馬來西亞法院維持對反對黨領袖安華的雞姦罪名及判譯 G20財政官員在土耳其舉行會議 討論有關對希臘低通貨膨脹擔憂及暗淡的經濟增長預測 印尼暴雨席捲首都雅加達市內部份地區 數以千人被迫撤離家園 意大利巡邏艇在利比亞海岸接獲一艘船 發現船上有29名非洲船民因低溫而凍死 在印度反腐敗的政黨在新德里慶祝地方選舉壓倒性擊敗現任總理所領導的執政黨 人們的不輪迫 脱的分析 你會這樣做嗎